大家好,我是小师妹 这一期我们来分享一款非常有趣的创意针法 这款针法构置出来的织物 非常的蓬松柔软 那今天我们就利用这个针法 尝试构置一款发带 马鲜呢,选的是四股的牛奶棉 以及2.5的针针 那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编织 首先,锁边起针 左手持线 然后将针针放在线的下方 向内绕一圈 接着将线勾出 起针完成之后 接着编织10个锁针 10个锁针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将线拉出一段 然后呢,勾针绕线 在倒数第二个锁针上 勾一次线 接着后面继续 在每一个锁针上 各勾一次线 一共勾九次线 接着两根线 并一针 重复九次 第一组花样完成之后 接着锁三针 然后呢,顺序 再勾九次线 接着两根线 并一针 重复九次 接着后面继续 重复编织 一共编织16组花样 第16组花样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来编织 边缘的部分 首先锁一针 然后呢,顺序 编织九个眼巴针 接着锁四针 然后在下一组花样上 编织一个短针 接着后面继续 重复编织 一个短针 锁四针 这一侧的边缘部分 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来编织 绳子的部分 首先编织53个锁针 锁针的部分 完成之后 接着呢,返回到属第四针 然后呢,编织一个中长针 五针的枣形针 造型针完成之后 接着锁四针 然后在同一个位置 编织一个眼巴针 接着后面继续 在每一个锁针上 各编织一个眼巴针 一共编织49个眼巴针 绳子的部分 完成之后 接着后半部分 继续按照前半部分的花样 重复编织 后半部分完成之后 接着将线剪断 然后呢,隐藏一下线头的部分 这样呢,我们就完成了主体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在织物上 装一下珍珠的部分 好了,这样呢,就是我们装上珍珠的样式 无珍珠款和有珍珠款 大家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制作 好了,本期的内容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本期的 knew 我们来 CSV